欧洲疫情在一起,荷兰就在双十一这天新增超过16300例确诊 创下去年三月以来最高记录 逼得政府宣布为其三周的局部封锁 荷兰才解封两个月又要局部封锁 引起民众不满,餐馆非民生必须的商店得提早打烊 运动赛事也闭门举行,不许观众入场 德国过去七天每十万人的确诊率创下一年多前 疫情爆发以来新高,美克尔恳求快打疫苗 还有线上量饭店寄出奖金 只要旗下550名员工能在年底前 秀出完整疫苗接种记录 一人就能拿到近5000欧元 将近台币15万的补贴款 反疫苗的知名人物小罗伯特甘乃迪特地到米兰宣源示威者 持续反对意大利政府的绿色通行证 同时澳洲的墨尔本也有数千人集会 抗议政府强制民众打疫苗 当然在美国不吸疫苗的也大有人在 不过随着冬季到来 民众长时间待在室内 确诊数也增加 这现象以美国中西部及西北地区较为显著 内布拉斯加州的动物园 现在也传出有三只雪豹 感染新冠肺炎后死亡 TVBS新闻综合报道